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戏说缘由》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请来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杨琪教授 欢迎杨教授的到来 杨琪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美国夏威夷国家大学特作教授 著有艺术学概论 艺术理论基础 美术欣赏 目前研究的方向是艺术学 杨老师今天要带着我们来讲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今天我就想先问问大家 我们已经欣赏了许多人的作品 我们欣赏了许位 欣赏了八大 欣赏了石涛 欣赏了正板桥 欣赏了吴昌硕 所有这些人 我们把它叫做传统绘画和传统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所谓新的时代 就五四运动以后的时代 那么我首先问问大家 在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最著名的有哪些画家 比如说徐悲鸿啊 或者是林丰眠啊 还有那个中国美院的潘天少 还有黄斌红 吴冠庄跟吴作人 张大千吧 李科长 大家说的都对 那么如果现在我进一步问你 在五四运动以后 最著名的两个艺术家 应该是哪两个 徐悲鸿和张大千 我们的认识都是一致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 在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 是徐悲鸿和张大千 那么今天我们先讲徐悲鸿 那么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和传统的艺术作品 应该有本质的区别 或者有的特殊的风格 假如有两幅作品 我们并不说这是谁的作品 那么我们凭着我们对传统艺术的了解 和对徐悲鸿艺术的了解 我们也能把它区别开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这是一幅 我们再看一幅 这也是一幅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那么现在我看见这两幅作品以后 现在我问大家 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和传统的艺术作品 有什么区别 就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作品 一般不会出现裸体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说得很好 在传统艺术 没有裸体 传统的艺术作品 没有以素描作为基础训练的 而在徐悲鸿的艺术作品当中 他的对造型的训练 是以素描开始的 这就是两幅素描的作品 我感觉在徐悲鸿的艺术作品当中 更多的是渗透到了一些西方的审美 或是绘画方面的因素 或者说技术 是吧 对 那我再问你一句 在西方的绘画因素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西方主要是写实 说得很好 中国主要是写意 那么西方把他的求真写实的 这种艺术风格 徐悲鸿移植到中国了 所以我们 如果像我来说 这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和我们传统的艺术作品 到底有什么区别 有三条 第一条 逻辑的 第二条 素描 第三条 真实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两幅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这是其中的一幅 看着吧 再看一幅 根据这两幅作品 我们再回想一下 徐悲鸿的作品 那么这两幅作品 和我们传统的艺术作品比较 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我觉得它就是在材料上面已经开始变化了 它引进了西方的油画 结果你补充了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 是的 是油画 第二是裸体 第三是真实 徐悲鸿的作品 为什么和传统的艺术作品 有本质的区别呢 理由有两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 就是徐悲鸿 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二条理由 徐悲鸿有独特的生活道路 那么下面我们解释这两条 我们首先讲徐悲鸿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 那么徐悲鸿生在1895年 那么在徐悲鸿出生的55年前 在184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大家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不错 那么这个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从此从一个封建社会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那么徐悲鸿是1895年出生 在1895年出生的前一年1894年 中国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中日甲午战争 1911年徐悲鸿16岁的时候 中国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是个什么事情 辛亥革命 在徐悲鸿24岁的时候 也就是1919年 中国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一件什么事情 五四运动 总之一句话 在徐悲鸿出生的前后 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 那么中国社会这种激烈的动荡 一定会反映到艺术上 那么随着社会的动荡 人们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有了新的看法 这个时代 中国人派了许多人到西方去学习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徐悲鸿 那么徐悲鸿的艺术之所以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第二条理由 因为徐悲鸿有独特的生活道路 徐悲鸿的父亲叫徐大章 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画师 徐悲鸿以后根据自己的回忆 画了一个徐大章像 徐大章会画画 所以徐大章专门画了一幅画 叫客子图 就他怎么交给徐悲鸿念书画画 有这样一幅图 那么在这幅图里也表达了徐大章 也郁郁不得志的这样一些情感 本来日子过得虽然贫困 但是平平静静 徐悲鸿人生的低谷从17岁开始 17岁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他父亲去世了 第二件他必须他自己来挑起生活的重担 那么一开始是在当地找地方教书 以后往来于上海和家乡 第三件事情 他有一个不幸的婚姻 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悲鸿 悲鸿就这个时候的名字 红是红艳 悲呢是一种很悲惨悲哀的一种名叫 那么在这一段当中 他最不幸的一天是这样一天 他到上海去找工作去 他自己呢穿得很蓝领 已经是深秋季节了 穿了一个单单的一个长袍子 那么他的鞋呢 因为他的父亲死去不久 鞋上呢还蒙着一块白雾 给他父亲戴着像 那么他又出去奔波 整天在上海奔波找工作 奔波了一天也没有吃饭 就这一天他只能有一个铜子 去买一个 就是叫上海叫瓷巴团子 就是糯米的一个团子 而且里头没有油条 因为这样最便宜 为什么要吃这个糯米团子 因为它很不容易消化 吃了一个这个 一天就吃了一个这个 然后奔破了一天 什么都没有 回到旅店 旅店老板说 你的床已经被租出去了 你这四天没有交房租了 徐悲鸿举木无亲 当时就到了黄埔江边上 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 就在黄埔江当中 结束自己的生命 世人皆知 徐悲鸿是一代国画大师 擅长画马 世人未必皆知 徐悲鸿也擅长西洋绘画 素描和油画同样精彩 堪称绘画的全才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徐悲鸿的绘画全才 请听杨奇教授细说原由 正在他游泳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他父亲有一次给他一个教导 他父亲的教导是说 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而能够自拔 这个人才不算懦夫 所以他活过来了 从17岁到24岁之间 是他生命的低谷 徐悲鸿有了金鱼能够抓住金鱼 那正好上海花童花园呢 这个征集一幅画 叫苍吉相 苍吉就是造字的那个人 那么徐悲鸿就是 就画了一幅画去 对方看得很好 于是就在哈童花园里面 认识了康有为 就拜康有为为师 教给他的许多东西 徐悲鸿从此命运有了新的发展 所以他从24岁以后 他有了新的发展 他从24岁到32岁之间 他到法国去学习 他找了一个老师 老师是达养 达养是哥罗的弟子 哥罗是巴比松画派的 一个风景画家 是个求真学士 那么他这个时候 徐悲鸿到了巴黎以后 他第一次画了油画 第一幅画应该是池山雨下 我们看无论是光线 无论是明暗 已经很有些意思了 而且徐悲鸿在法国的时候 他有一个作品叫老富 参加了法国的全国美展 就这幅作品 徐悲鸿在这时 还画了一幅画 叫吹香 表现得很美 以后徐悲鸿32岁 回国 33岁当北平艺专的院长 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艺术学院的院长 以后他辗转在北平 重庆 南京 在这地方教书 1938年的时候 他又到出国去准备办画展 他经过香港 经过香港的时候 他又遇到了一个作家 魂牵梦绕 他就想不到能在这儿遇见的 就是吴道子的87神仙图 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人物化发展 发展到高峰的时候 吴道子是华盛 吴道子的代表作 87神仙图 这是一些道教的神仙 他用这种漂移的 有力的线条来表现 好像这些神仙们都在前进 我们好像能听到 一些道教的音乐 在伴随着他们的脚步 徐悲鸿得到这幅画以后 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刻了一个图上 悲鸿生命 印到这幅画上 而且还写了一段拔文 到了1942年 徐悲鸿到了昆明 当然随人就带着这幅画 就到了昆明 有一天 忽然日本人的飞机来了 警报响了 大家就赶快到防空洞 躲飞机 等着飞机走了 等到回来的时候 徐悲鸿大吹行 他的房门被人撬了 撬了以后 别的没丢 87神仙图丢了 而且还有连带着 还有多少部 他自己的作品丢了 徐悲鸿是悲痛一句 徐悲鸿写了两句诗 表现当时的这种情景 他说向如能认 连城壁 窥此虚美 窥此身 令向如拿着和尸币 去换秦朝的十五座城池 没换成 令向如把和尸币带回来 但是我现在 我带着87神仙图 我给丢了 窥此虚美 窥此身 堂堂男子汉 办出这种事情来 惭愧啊 那么这件事情就被他一个学生知道了 叫卢因环 卢因环在成都 那么有一次呢 他在成都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有些画想卖 比如卢因环就跟着他去了 打开画一看 87神仙图 他又没敢声张 回来以后跟他丈夫说 他丈夫想报警 他不能报警 立刻把这事情告诉徐维红 徐维红想迫不及待的飞到成都 他一想不行 不要打草惊涉 一定找了一个朋友 到成都去 你看看真假 朋友一看是真的 但是对方开出的是天价 是20万银元 带20副徐维红的画 当时这个20万银元是个什么价钱 就北京最好的四合院 一万银元 他要把这大笔钱筹集起来 不那么好办 但他筹集起来 而且也画了20幅画 终于把这个画换回来 换回来以后 到1953年徐维红去世的时候 连着87神仙图 连他自己保存的 有一千幅 古代的艺术真品 连着他自己的几千幅艺术造品 全部献给国家 诸位 我每一次读到这里 我心情都非常激动 我们的艺术家很爱国 他们的大姐 他们的灵魂 都很纯洁 都很善良 他们都很爱我们的国家 我都特别激动 反攻自问自己怎么样 你能把你自己家里边 最宝贵的东西献给国家吗 你不如那些画家 那么徐维红 在抗战时就辗转之间 后来到了印度 到了印度画了一个泰格尔像 那泰格尔呢 是印度著名的诗人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徐维红1953年 正在开第二次文贷会的时候 当时他是执行主席 因为脑医学复发去世 中年58岁 他去世之后 他的夫人廖静文 把他遗留的所有的艺术作品 和他所存的 收购的中国的古画 全部献给国家 他的寓所变成徐维红的纪念馆 在展出他这些作品 周恩来总理 给徐维红顾虚提了字 世人皆知 徐维红是一代国画大师 擅长画马 世人未必皆知 徐维红也擅长西洋绘画 素描和油画同样精彩 堪称绘画的全才 是什么原因 造就了徐维红的绘画全才 请听杨奇教授细说原由 那么提到徐维红的艺术作品 徐维红的功绩之一 就是确定了中国艺术家 培养的新的道路 那么中国艺术家 培养的新的道路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徐维红提出 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从练素描开始 那么徐维红的成就 相当的一部分 就是他的素描作品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素描 不单形似 而且神似 表现了一个毛泽东 获得胜利以后 那种喜悦 信心 那种兴奋 对未来的那种美好 都表现出来了 好极了 这惆怅 表现了一个女人 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感觉到自己前途无望 那种惆怅的情感 表达的非常的真实 真是妙碧胜化 甘地 那么是 简单几笔 非常简单的 表现了他这些神奇 因为他为了印度人民 为了印度的独立 他付出了一切 他是个非暴力主席者 简不赞 简不赞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不够言笑的一个历史学家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 在任何时候 他坚持自己做人的尊严 这是五十年代画的 这应该在五三年之前画的 丁玲 丁玲是怎样一个人 这部作品又表现了丁玲 什么样的情感 谁知道 丁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 感觉好像丁玲应该是一个 内心的情感很丰富的一个人 丁玲在延安地写了著名的 《太阳照》的三方河上 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是一个很政治的 很严肃的 热爱生活的一个画家 再看 徐维红的 这是一个子力兵的母亲 这是中国典型的那种 善良 勤俭 正直 那种一个母亲 一个母亲的形象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 徐维红的国画作品 徐维红自己说 我为什么学习画呢 我是为了画国画 是为了让国画更丰富 表现得更好 徐维红画国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就是徐维红到法国之前 这个期间他所画的国画 这个期间徐维红画的国画 它的特点就是真实 比如说 他画过朱老图 这个就是四个老人 这个画得很真实 无论是树 无论是水 无论是石头 无论是山 无论是四个老人 都画得很真实 像一张照片 他说这四个老人在这坐着干什么 不知道 像我们说拍照摆拍一样 是 很真实 但这个时候他表达情感是不够的 徐维红画了三马图 这个马跟徐维红后来的马 有本质的区别 后来的马那是表达 一往无前的 不可战胜的 飞驰电掣的 那么一种情感的 这个马就是马 很真实的一匹 三匹马 那么徐维红画国画第二个时期 应该就在法国 他画了一幅国画 这幅国画叫渔夫 我们看这幅国画 已经和传统的国画 已经有重大的区别 比如说和正板桥画的 和石头画的 拔打画的都有重大的区别 你们看看 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哪位能说一下 他用线条表现了 他那个就是人物的结构 他的画面里面开始 有故事情节 他有讲故事 这样一个 故事情节 中国古代也有 韩戏的艳艳图 也有情节 清明上河图 也有情节 我觉得在这张画当中 它相对来说裸露的部分 就是很大 所以跟以前的话 有不同的一点 你说得很好 这幅画 如果和传统的国画 它的区别两条 第一条 人体结构的真实性 第二条 是四肢的落露 那么 徐卫红绘画第三个时期 就从法国回来之后 因为这个时期 是徐卫红国画的成熟时期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时期 徐卫红有哪些著名的 一些艺术作品 最著名的作品 九方稿 九方稿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人姓九方 名字叫狗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像马的人叫伯乐 伯乐后来就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以后 于是秦木工就找伯乐 就说 你看你年纪大了 你在你的子女当中 有没有会像马的人 你给我再找一个来 一直把九方稿找来 就是秦木工叫他 叫九方稿去找一匹千里马 那么九方稿跑了三个月 最后回来说 我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秦木工很高兴 就问 什么颜色的 九方稿是黄的 说是熊的还是磁的 说是熊的 那么秦木工说 前来看 前来一看 他不是黄的是黑的 说不是熊的是磁的 于是秦木工很不高兴 就把伯乐叫来 说你看看你推荐的这个人 连颜色都去不熊 连磁熊都分辨不了 他能知道什么 伯乐说 他不能区分 他的皮毛的颜色 他不能区分 他的磁熊 正因为这样 他把他的全部精力 用于马的精神 这就是一匹千里马 那么大家我们现在看看 在画面正中的 那样一个像一个老虎的人 就是一个叫九方稿 在他旁边 那个马 抬着头 在鸣叫的 那就是那匹千里马 那么徐卫工换马 从来不带江鸾 没有江绳 但这匹马带着江绳 别人就问徐卫工 为什么这匹马带江绳 徐卫工就回答说 人最喜欢就是知音 是可以为知音所用 所以他带着龙头 那么徐卫工这幅画 就告诉人们 看人 不能只看表面 要看他的精神 徐卫工在工作当中 也有很多 遇到很多困难和不如意的事情 那么徐卫工在法国的时候 有一个 也有个留法的学生 叫张道帆 这个人回国以后 当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部长 那么有一天 他就来找徐卫工 找徐卫工呢 给江维员长画像 徐卫工说 我对江维员长没兴趣 拒绝了 这原来以后 这个矛盾就很激化 那么激化呢 这当然这个 可以用各种方式 来给 徐卫工造成困境 那么有一次呢 当徐卫工要去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匆匆跑来 说徐先生 你今天不能上课了 徐卫工说怎么了 说教室里 满贴的都是你的标语 那这个时候 徐卫工怎么办 徐卫工大义力人去上课 那么在上课的时候 整考教国画 于是就在课堂上 做了一幅饭画 这幅饭画的名字 就叫逆风 我们请一个人再讲一下 有这样一个就是说 规律吧 就是说有逆水的鱼 但却没有逆风的鸟 然后在徐卫工的 这张作品当中呢 他就想表现自己的这种 与这种现实的这种诽谤 或者污蔑的一种反抗 他首先画了很多的芦苇 画了很多的芦苇 看到了风向 风很大 看到了风向 狂风吹来 但是有几个很小的小鸟 逆风而上 为什么要画逆风而飞的鸟呢 因为它要与 当时的这种狂风向抗争 要表达这么种情感 所以我们说现实主义的作品当中 也有浪漫主义的因素 因为这是表现的是理想 其实任何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 在他的作品里面 都有理想 都有浪漫主义的因素 我们再看一看 渔公渔山 以后毛泽东在七大上 就专门讲了渔公渔山的故事 把三座大山 比如说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 官僚资文主义 人民群众在挖山不止 人民群众也会把山移走的 这幅画思想很深刻 我们再往下看 晨曲 早晨了 这是冬天还是春天 冬天 冬天 这树枝们将五相鼓似的 那么多小鸟叽叽叽叽在上面叫着 像音符一样 像音符一样 奏出来很动听的音乐 是吧 生活中总有美好的事物 我们再看 离江春雨 贵的 还挺烟雨蒙蒙 清澈的江面 是 非常美的 非常美 使人陶醉 我们再往下看 风雨鸡鸣 风雨鸡鸣 这个表达了什么情感 哪位来说说 就还得看看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画是创作于什么 什么一个年代 就特别容易理解了 对 康战的时候风雨交加的 到处都是阴霾的 到处都是狂风 到处都是暴雨 到处都是黑暗 那么怎么着 这幅画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应该是胜利一定会到来的 然后让人们对胜利充满了希望 为什么要画一个鸡呢 胸鸡一样一唱天下年 他有这样的勇力 他预告了光明来到 黑暗退去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他表达这么一种很崇高的情感 是吧 我们再往下谈 这幅作品呢 有一个故事 就是1937年的时候 除夕只有徐维红一个人 于是徐维红没有 没有无法排遣这种寂寞 就一个人到嘉陵江边去散步 那在嘉陵边散步的时候 时间越来越久 天越来越黑 灯光渐渐都熄了 天上的星星甚至都暗淡了 他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太 背着一个背楼 拿着一个竹竿 向他走来 当他走到近处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人 在眼睛里头 甚至那种眼光流露出一种 非常饥饿 非常期盼的 那么一种眼光 徐维红就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 都递给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伸出双手捧着 但老太太捧着这钱以后 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这站着 徐维红问他 你还要什么 这时候他才清醒了 他给徐维红举了一个功 他说谢谢你 然后就走去了 那么徐维红这时候 慢慢走回家 走回他的宿舍 走回宿舍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老太太 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面 然后他就画下来 这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 就叫做贫富 我们再往下看 叫八人计水 徐维红以后 住在四川的时候 当地的人 这个挑水 是要从嘉陵江下面 一直挑到上边去 我在四川的时候 我就深深知道 这个坡特别陡 特别的长 那么当时徐维红 画这幅画的时候 是在课堂上 给学生做饭画 因为很长 是两张纸接起来 前面一个学生 在那拽着 他是慢慢慢慢 画下来的 而且没有任何模特 下笔就对人物的结构 对人物的姿态 表现得很准确 我们再往下看 这幅画名字叫自写 就是表现徐维红自己 那么这里边 在树下这个人 当然就是徐维红自己 那么在这幅画上 写了一首诗 乱尸一流水 幽懒相作威 遥看群洞兮 亭力带奔雷 年轻人望着远方 近处在他看起来 都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那么他期盼着 未来有一天 就像打雷一样 给我们送来 也新的一个世界 送来一个光明的世界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在徐维红看起来 人世界充满了 耻眉亡良 牛鬼蛇神 充满了鬼怪 那么徐维红最喜欢画的 就是钟窥 刺剑钟窥 大胡子 瞪着眼睛 非常威武 拿着剑 干什么 他的眼睛好像 也就看见一个鬼 他准备准备 用剑去刺上去 表现了 他这种 看着是静止的 但表现这种动态 我们再看 钟窥饮酒 谁能讲一讲这幅画 鬼在哪呢 我感觉 就是表现 钟窥的一种 气魄 或说气势 就是因为是捉鬼 这样一个 鬼已经被他捉了 被捉住了吗 鬼 我感觉应该是 已经制服了 制服了 臣服于他的脚下 这种感觉 叫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得拖着个盘子 我要喝酒的时候 酒菜酒 你得跪着 给我 给我准备好 是不是 制服了鬼了 再往下看 赤扇钟窥 怎么样 这个作品 钟窥 应该拿着剑杀鬼 是不是 他们是拿着扇子干什么 传说里边是钟窥前身呢 他就是一个读书的书生 他的这个诗文呢 本来是挺好的 但是他赶考的时候 没有赶考上 然后那个 他妹妹在家等他回去 但是他在外边已经死于非命 但是回来的时候 就是但是感动了上天吧 后来就是赐他来捉这个鬼神吧 成为钟窥 第一个钟窥 他拿着剑 因为他眼前有鬼 他得杀鬼 第二个鬼已经自备制服了 鬼现在斩的差不多 没了 所以他拿着扇子了 非常轻松的 再看 是杯钟窥 拿着个酒杯 钟窥为什么要拿着酒杯呢 捉鬼也得需要点智慧 什么呢 他在这喝着酒 在这琢磨 怎么再去抓鬼 怎么去抓 对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或者就是说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 琢磨琢磨抓的这些鬼呢 然后这个 回来怎么处理 对 是不是那个画面隐喻 就是社会已经天下太平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要记住 一幅画 他有意识的 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 他漏下的一些东西 等着你去补充 所有人的补充 只要能自圆其说 只要能补充上 都是正确 这里面没有说 你的正确 或者我的正确 拿着这喝酒 准备 逮一个最大的鬼 是正确的 拿着喝酒 我庆贺 鬼逮完了 是正确的 有一个很狡猾的鬼 我在喝酒 怎么才能把他逮住呢 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这就叫艺术欣赏 艺术欣赏 不是他的答案 不是唯一的 我想起来 中国的文人有一句话 叫做 言有尽而义无穷 是 看画也是这样 看到的和你想到的 是不一样 世人皆知 徐悲鸿是一代国画大师 擅长画马 世人未必皆知 徐悲鸿也擅长西洋绘画 素描和油画同样精彩 堪称绘画的全才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徐悲鸿的绘画全才 请听杨奇教授细说原由 当然在徐悲鸿的画里边 国画里边最著名的是马 当初有一个小学生 四年级一个小学生 写了一封信给徐悲鸿 并给他画了一匹马 给徐悲鸿 徐悲鸿还做了回信 徐悲鸿就是这样说 他说 学画最好以造画为师 故画马要以马为师 画鸡就以鸡为师 细茶区撞帽 动作 神态 物恶其要 不尚所欺 他说 我爱画动物 绝对食物 用过极长的功 记忆画马论 速写稿不下千谷 要立志成为世界 第一流的美术家 切勿沾沾自喜 渺小成就 徐悲鸿对马的观察 非常的仔细 比如我问大家一个事情 如果马的脸上给痒痒了 他会这个马会怎么办 歪着脑袋往后背那蹭 我们来看一个 看清楚了吧 徐悲鸿画马 是有情感的 人有什么情感 马就有什么情感 徐悲鸿喜欢马的速度 马的奔驰 马的忠实 马的耐力 他也表现马的欢心 马的愉快 马的自信 同时他也会表现 马的忧郁 马的孤独 马的悲哀 人有什么情感 马就有什么情感 我们来看一下 他画的马 前进 在这幅画上他提了字了 长沙会战 忧心如焚 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 于启望者 这一匹没有江鸾的马 再奔驰 再前进 再冲锋 他前面是什么 是敌人 这是中国人的象征 因为这时候正要长沙会战 十方方正打得激烈的时候 那么他希望长沙会战 能向前一次的结果 能够击溃敌人 所以他马寄托了 徐悲鸿的理想 寄托了徐悲鸿的情感 寄托了徐悲鸿的愿望 哀鸣 马是孤独的 他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 他在很悲哀的鸣叫 向着苍天在很悲哀的鸣叫 这是我们祖国的象征 我们的民族受到了外族的蹂躏 从内心发出来 这种悲哀的哭叫往下出 千里马 这一匹马是祝贺齐白石生日的时候 划给齐白石的 他希望齐白石就像这样一匹 尊马一样 永远在飞驰前进 没有任何的困难 没有任何的阻碍 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奔驰表现的是一往无前 奔向自由 冲锣黑暗 冲破罗网 这样一种前进的精神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匹马画的很美 这回过头去 在那里好像脖子在扭动 头向后方在张望 四体站立非常优美的一匹马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一匹马叫奔马 徐鸿提了几个字 山河百战归民主 铲尽齐驱大道行 这幅画 1951年画出 我不知道诸位 去仔细看过马 特别后边那个同学 是从农村来的 马有这样一个状况吗 两条蹄子曲起来 然后跳起来 马有这个状况吗 你见过吗 生活当中应该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状况 我也没见过 生活没有这个状况 但是他想表现 徐渭鸿想表现 马的欢欣 解放了 把黑暗驱逐了 光明了 崎岖的那种道路 再也不当阻挡我们了 现在是夜马平穿了 高高兴兴了 怎么样表现这一批 去腿马 马还有很多 徐渭鸿还有一匹马 两条蹄子直直往前伸 再奔马两条 其实马也没有两条蹄子 直直往前伸 因为徐渭鸿想 这一批马表现 一往无前 冲决黑暗 勇猛向前 踏破专制 求得解放 这么一种情感 因为要表达情感 所以当我们看 徐渭鸿的马的时候 谢谢不要以为 这个马就是表达了 一个客观的奔驰的马 是表达了徐渭鸿的 各种各样的 复杂的情感 我们只有理解了 体会到了这样一种情感 我们对这个作品才有理解 我们下面最后看一看 徐渭鸿的油画 这幅叫做 《新生命活跃起来》 原来把中国比喻说东方的睡狮 现在狮子惊醒了 奔驰了 跳跃了 飞舞了 中国这个睡狮已经醒了 徐渭鸿才画了许多狮子 我们再看一下 多么威武 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狮子画的 谁有什么感受 风的方向 就衬托了狮子更加的雄伟 雄伟 眼神非常的坚定 更增加了一种信心 我觉得主要还是亡者之气 亡者之气 我们再看一看 表现了什么这个画面 它是表现了狮子和蛇 然后它不畏惧这个蛇 就是它那个鹿式这个蛇 然后就是说明这个狮子很勇猛 我看的那个狮子不但是很勇猛 而且是它也很谨慎 因为蛇应该是很那个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徐渭鸿最著名的油画 是田横五百世 听说在秦朝末年的时候 陈圣吴王起义 就田横代帝之队 也起义了 后来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 那么田横代帝之队 并没有被消灭 到一个小岛上去 汉高祖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你要来投降 可以封王后 你想要不投降 我发明把岛上的南带女士 全部杀戒 田横就带两个人去见汉高祖 那么中间穿红的这个人 就是田横 那么这里边 别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情感 拿着刀 表示非常的愤怒 有些人呢 特别这个瘸着腿的一个人 要阻拦这件事情 你不能去 后头伸着手的 他就伸着手的 在喊的 在招呼的 但田横还是去了 离都城三十里的时候 田横拔出剑来 跟两个随从说 我把头拿下来 你们拿着我的头 去见汉高祖 于是他就自问而死 那两个人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这个岛上的五百世 听说田横死了 于是这五百世全部死了 表现一种 大义力源 威武不能 威武不屈 表现这样种精神 当时中国需要这样种精神 那么他就画着这副油画 来表现歌颂这种精神 那么他还有一副 重要的一副 西我后 西是等待以后 其实老百姓在这里痛苦 大地是旱灾 树叶都没有了 地都干裂了 老百姓日子非常的痛苦 要等待一个明君 等待一个光明的时代 这还是 这个时代 表面上看起来是商汤的一个故事 实际上还是 徐维宏 表现当时水深火热的老百姓 他所起对未来的一种启发 那么最后 我们看了徐维宏这么多作品 我们对徐维宏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徐维宏 他一生在艺术上的贡献 有什么呢 第一条 他制定了一个新的艺术教育的体系 这条体系一直实行到今天 所以我们说 徐维宏是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家 第二条 他把西化的许多的优秀的东西 运用于中国画的表现 所以中国画的表现 人体比较准确的 我觉得是从徐维宏开始 中国艺术家对人体怎么回事 不是表现得很准确的 但徐维宏把西方的这种方法 移植到中国来 所以中国画 我曾经说过 中国整个的绘画 一开始是中国人物画 慢慢慢慢 到了高峰 到了吴道子这里 是吧 人物画 以后人物画就衰落了 就变成山水画和花鸟画 什么时候中国画再次兴盛 在徐维宏这里 对于徐维宏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了解了他在整个中国的绘画的这种 艺术发展的脉络当中 他一个个人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带给中国画的发展又是什么样的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请来杨奇教授 在我们的中国绘画作品赏西系列当中带领我们赏画 听故事 再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